前两天 土耳其南部发生7.7级地震 震源深度7公里 造成建筑物大量倒塌 目前已有超过5000人遇难 地震到来时 有人发现地面出现多次强烈闪光 像闪电一样照亮天际 这被称为地光 地光现象在2016年墨西哥发生的多次地震中频频出现 在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中也被记录到 但多年以来 科学家对地光的成因并没有达成共识 于是出现了三种主流假说 主张摩擦起电假说的人认为 板块间的拉伸 挤压 碰撞会使边缘发生地震 因此把面粉装进旋转的瓶子里 通过反复断裂坍塌来模拟板块错动 发现每次坍塌都伴随着轻微的电压波动 据此推想 地震中板块摩擦也会使地面携带大量电荷 而尖锐的岩石或锋利的敲壁处 电荷密度会显著增大 使电厂线聚集于是通过尖端放电 将周围的空气电离发出灰光 但有时 地光在地震到来前数小时就会出现 因此这个说法并不完美 之所以提出氧离子甲说 是由于多种岩石的化学成分中含有过氧根 这是两个氧原子共用一堆电子 形成了以供价件结合的负二价离子团 一旦震源开始活动 周围的岩石断裂 断裂面上过氧根里的供价件就会被拽断 由于这两个氧原子核的外层都只有七个电子 并不稳定 所以他俩又各自弄来一个电子放在外层 就变成了带负电荷的氧离子 最后顺着地下的裂缝跑到了地表 大量的负电荷产生了很强的电厂 将周围的空气电离发出灰光 虽然刘文岩或白云岩的锻炼实验证明 确实能释放氧离子 但这个假说也没有被广泛认可 压电效应是老烟枪们根据打火机的原理提出的 因为打火机的压电陶瓷和地下的石鹰 都有原理相同的压电效应 由于天然结构的石鹰晶体 理想外形是正六面体 其数值的对称轴称为光轴 穿过冷线的水平对称轴称为电轴 与两轴垂直的称为机械轴 顺着光轴观察 发现投影面上的硅氧离子各占一角 呈对称分布 因此经电荷为零 如果沿电轴挤压晶体 就会让轴上的负离子内移 使正电荷过剩 而对面的正离子内移 使负电荷过剩 因此电轴上出现了电压 同理沿机械轴挤压晶体 就等效于电轴上的正负离子外移 产生和刚才相反的电压 但是沿着光轴挤压 正负电荷的中心始终重合 所以没电 根据这一原理 如果震源附近埋着石英矿 那就会在挤压中产生强大的电压 使地表大量的自由电子向石英矿移动 于是地面带上正电荷 不仅让空气电力发光 还依靠厂墙很大的天地电厂 制造出带负电荷的球形闪电 这些明亮的等离子气体球 会被电厂和风推着跑 所以地震时经常会看到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四处乱飞 虽然以上三种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 但地光确实能提供可靠的临阵预报 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前 运行在华北平原的多趟列车 就发现地面多次出现强烈的闪光 照亮天空和屋顶 一些有经验的司机当场意识到是地光 于是紧急停车 果然在随后到来的大地震中保住了一车人的性命